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想过当大学教授呢 咱们一提到这个大学教授啊 可能脑海里浮现的就是那种文质彬彬 然后博学多才 那些知名教授带出来的学生 就更有可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佼佼者 但是我跟你说 这现实是呢 这些年考硕士读博士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这博士毕业后想进高校当一个青年教师 那都要挤破脑袋的 现在可是僧多周少啊 这高校岗位也就那些 但是读博的人数可是年年增长 于是呢 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时候 这门槛也是越设越高 什么 你是名校博士 不行 没有海外名校留学的经验啊 啊 你是女博士啊 那这本科研究生阶段读的是什么学校 普通院校 哎那不行不行 得985 什么 应接博士 没用 你看你这年龄都超35了 论文发了几篇 核心期刊只发了一篇 人家都发了三天核心 十篇普通刊物啊 你这 哎不行不行 我跟你说 一句话 如今这个年代 研究生一毕业 搞不好啊 那就是失业呀 有人说呢 谁说博士出来就非得进高校啊 咱就不能跨个界 去别的行业发展发展 想法是挺好 但是呢 那只会更难 进企业 进机关 人家一听 哎呀 你博士啊 做学术的 那肯定是死啃书本 书呆子 只怕这性格孤傲不合群 为人死板难沟通啊 再说 这读了那么多年书 一直在学校里 这年龄就是个问题 这还脱家带口的 这万一进来 就得休个婚假 产假 各种假 这谁受得了啊 难道说 咱这拿了博士文凭 反倒错了 反倒要被社会嫌弃 被全世界抛弃 哎 当然不是了 上面说的呢 是一种表面现象 你听说过北大毕业生 卖猪肉的新闻 但是你听说过哪家高校博士 养活不了自己的呢 相对来说啊 只是拿着高学历 高文凭的人才 选择的工作面窄了 要求呢 更高了 那么到底高学历的人 怎么才能够找到一份 满意的好工作呢 如果不想做研究的话 咱们想转行 又怎么才能够 华丽转身呢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本 国际新书 The Professor is In 咱们暂且把它翻译成 教授来了 这本书呢 就告诉你啊 从认清形式 到准备材料 再到参加面试 如何提高 这个高学历人才就业的成功几率 不要以为 这美国人写的就业指导 是不合咱们中国国情的哈 你可错了 在国外啊 咱不说远的 就说日本和韩国吧 这高学历人才就业 比咱们中国的局面更难 为啥 因为高校更少嘛 读了这么多年书 又苦于找不到好工作的你 可要好好听了 当然了 就算不是什么硕士博士 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 对你的求职也会很有帮助的 听完这本书呢 你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你的简历写的为什么不够好 为什么明确自己的学术定位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在面试的时候不要吹得天花乱坠呢 这一般人听到教授啊 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 他们工资又高又有社会名望 的确 这学术生涯确实是可以回报很高 但是呢 这一年头啊 读大学的成本已经是越来越高了 在美国呢 想读名校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贵了 于是呢 这不是熬呀熬呀熬到这个学术界 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欠下一屁股的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最近一些年啊 美国公共资助减少了 高校的财务压力增加了 这么一来呢 很多公立大学不得不提高学费了 结果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就已经是债台高筑了 什么助学贷款呢 信用卡透支啊等等等等 这些事全来了 另外呢 这公立学院也提高了学费 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间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 美国公立学院的学费是上涨了27%呀 整体的平均是增加了1850美元 在亚利桑那州和加州 学费的涨幅甚至是超过了70% 可能你会说啊 哎呀 这都是美国的嘛 但是我跟你说 2016年6月24号 光明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名为高校学费为啥掌声一片 就是高涨的涨啊 文章说了 你知道吗 上大学的成本又提高了 最明显的是最近广东省发布 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 决定自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 上调普通公办高校学费 涨幅为20.2% 还有呢 您可能不知道的是 2014年江苏省普通公办高校医学类学费 一次性涨幅竟然是超过了50% 是不是挺吓人的 这学费贵了 学生欠下的钱自然也就开始猛涨了 咱们还说美国哈 2012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平均欠债29400美元 比2008年平均负债数是高了25% 2014年毕业生的平均欠债更是达到了57600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总的来说 还是美国减少了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 比如说呢 2008年到2013年 教育投入就减少了28% 此外在过去几年 大学呢 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聘请校长啊 学院院长这些行政人员上面 对聘请讲师的关注度呢 并不高 那么根据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数据 2001年到2011年 这十年间 高校聘请的行政人员比讲师是多出了一半 而且悲哀的是什么呢 教学工作啊 是大多数交给了助教 他们在大学上课 每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到2000美元 除了薪水不尽人意 大部分的大学老师呢 还不得不委屈自己 在不怎么好的环境里工作 另外在2013年 只有四分之一的大学老师 有可能拿到这个终生教职 可是呢 对于欠债太多的研究生来说 那就是尤其困难了 可能你又会说了 这都是美国嘛 诶 那我再给你说一组数据 2014年7月10号 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 近五成高校青年教师年薪不足10万 调查显示 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 年收入在15万以下的不到85.9% 那么这份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调查了将近全国84所高校的13万个教师啊 您说这数据到底可不可靠 所以说研究生的就业形势是非常的严峻了 而很多人可能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继续往下停 要在学术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不是闹着玩的 而很多人呢 现在就知道天真的往外投简历 完全不知道前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研究生呢 就更是如此了 因为他们对学术就业市场经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很多研究生往往抱有三种想法 第一 只要上大学的时候 这导师的名气大 找份好工作肯定没问题 第二呢 只要对某个研究领域有热情 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 第三呢 好想法比好简历更重要 结果呢 他们是低估了自己要面临的竞争 其实啊 每个工作申请的人都是非常多的 但每个人呢 都觉得自己有希望啊 比如说在英语专业 一个职位就能有一千多个人申请啊 你能想象得到吗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面对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 导师呢 往往没有让自己的学生做好准备 比如说 他们可能会说自己的博士就业情况很好 结果是弟子们就掉以轻心了 以为自己找工作也不会有问题 于是他们就觉得 在杂志上啊 发表一些学术论文 还有参加一些什么重大学术会议这些东西 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因为导师人啊 心底太善良 不想告诉学生找工作的竞争有多残酷 结果就让他们一直在天真下去啊 不过呢 就算研究生知道严峻的就业形势 他们有时候采用的策略也是必大于利 比如说呢 有的毕业生可能会故意把自己的职业目标说得很低 说自己呢 不介意在小学校教书 以为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找到好工作的几率 结果啊 就算能够找到工作也不稳定 或者很有可能一直做助教 没有办法再往上升了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如果能够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 就能够大大的增加你的成功几率 所以知道别人错在哪就特别的有用 那研究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都爱犯什么错误呢 接着往下听 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首先啊 在面试的时候滔滔不绝的说自己的毕业论文 其实面试官对你的毕业论文做了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兴趣 而更多关心的是 你能够给学校或者是系里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比如说 你能够发多少篇论文 申请到多少国家课题基金等等 第二呢 总是等着别人指挥 自己呢 不会主动 举个例子来说哈 有时候呢 这个导师他不会告诉学生 想要有一份有竞争力的简历 就必须多发表论文 最后呢 这研究生在面试的时候 还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那就是继续把自己当做一个学生 对面试官呢 就像自己的导师一样处处顺从 可是面试小组招的并不是学生 而是同事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这些错误呢 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来明确一下你的学术定位 第一 你的领域和你关注的点在哪里 明确了这个呢 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比如说 你的研究领域可能是现代日本 关注点可能是性别研究 那么接着 你的研究项目是什么呢 这就包括计划要发表的论文 和你正在做的项目 比如说 在重点大学出版社出书 那最后 你的教学承诺是什么呢 也就是你希望学生从你的课堂中学到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能想要打破学生心中的一些刻板印象 比如说 非洲人都很穷 好了 那么搞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会让你在找工作的时候目标更加的明确 不过呢 也要有好的硬件才行 当然了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不论应聘什么工作 好的简历是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有一样东西经常容易被忽视 那就是求职信 那么这个求职信 该怎么写才能够让你脱颖而出呢 下面我就来跟你说一说 写好的一封求职信的四项结构原则 首先呢 这个信头上 要写上你现在所在的学术机构的名字 哎 这看似简单的一步 会让你的求职信啊 看上去更加的专业 其次呢 求职信都有两页的长度 用五号或者是小四号字 最好呢 再用颂体或者是黑体 另外 页编句要设成一英寸左右 第三 描述毕业论文内容不要超过一段 说到自己的毕业论文呢 你可能会滔滔不绝 但是啊 招聘的人可不一定想看 最后啊 除了描述你计划研究的项目以外 别忘了加上一个跟他有关的项目 这样才能够显得你兴趣广泛 好了 那除了这些结构上的规则以外 在写求职信的时候 还要注意只能描述事实 你可别写成这抒情散文啊 有些人喜欢表达他们对教书和专业 是有多么多么多么的喜欢和热爱啊 但其实用事实说话 效果会更好 比如说 你可以仔细写一写你教过的课 或者是你打算使用的教学方法 一旦你打好了求职信的草稿 下一步就是要按照具体的职位来修改了 首先呢 要仔细阅读职位的描述 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描述 为什么自己适合这份工作呢 然后呢 咱们再做点功课 了解一下这个学院和人员的情况 然后再在求职信里说一说 你会怎么和他们合作 好了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份 有重点够专业的求职信了 下面呢 就是要配上一份好的简历了 有分量的简历内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数量也是少不了的 实际上你每个月都应该往简历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是你参加的国家会议 在院校做的演讲 或者是申请到的基金 另外呢 你的简历还要重点突出 举个例子来说啊 比起书评 给世界顶尖出版社的出版计划 那就是更加有分量了 而在教学方面自己创作的课程内容 肯定要比当助教的经历更加吸引眼球 还有就是简历还必须以同行评议原则为指导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只要经过学术界同行评议的东西 都比你自己私下做的事更有说服力 所以说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就比教书更有价值 因为呢 教书是你主动 而同行评议是从更加客观的角度证明了你的能力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在自己的学校开讲座 也比不上别的学校请你去做演讲 那么在最后写简历的时候 有两个部分必须要放在前面 首先呢 你要写你的教育经历 比如博士 那么第二就是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 包括你组织过的学术小组 展示过的论文 参与过的讨论会议等等 好了 有了强有力的求职性和内容丰富的简历 就算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开了个好头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还要会展示自己的教学计划 具体怎么做呢 咱们接着往下说 如果你很想在学术界工作 那你很可能就很喜欢讲课了 这个当然非常好 不过在写教学计划的时候 你也要懂得用正确的表达方式 怎么说呢 一份好的教学计划通常要遵守三个原则 首先是不能超过一页纸 而且要能够给求职信和简历 尽上添花 其次呢 不要太谦虚了 也不要使用情绪化的字眼 有很多人会写 能教这样一个班 感到多么的荣幸之类的话 或者呢 是对教书有多么大的热情 这些感情呢 虽然细腻 但是它们并不是展现你能力的好方法 第三 不要把上课的具体过程写出来 没有人想知道你是怎么教完一个班 又教下一个班的 所以要简明恶药 那么除了这些原则 你还得保证教学计划里 有下面这三大要素 第一 要说明你觉得大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教学计划有的时候也叫教学理念 所以呢 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教书的内在价值 比如帮学生做好应对某种状况的准备 接下来 用具体教学方法来说明 你怎么能够达到这些目标 用明确的数据来证明这些方法的有效性 比如说课程评估 那么第三个核心元素 就是最后一段 总结 你的总结要有力量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一说 你的教学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如果还要附带一份 教学档案 那可千万别做得太过火了 要想抓住招聘委员会的心 其实只要能够证明 你能上好一堂课就行 你可以查一查现在的教学大纲 这样就能够对工作量心中有数了 此外呢 你还要记住 每一份教学计划 都要根据具体申请的学校来进行调整 咱可千万别偷懒 以为只要复制粘贴就行了 好了 现在我们手上呢 已经有了求职信 简历和教学计划 那么投出去之后啊 说不定你就能够收到面试通知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证面试成功呢 一旦得到了面试的机会 咱们就得考虑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了 先来说一说你的研究 在展示研究的时候 要突出最有用的方法 在介绍和问答的环节 要把你的研究内容 和要申请的职位联系起来 比如说如果职位是有关 19世纪英国文学的 那咱就别叙叙叨叨的说 后殖民电影的发展 而是要把重点放在 你做过的有关19世纪 英国文学的研究上 又或者是 它如何影响了你的研究 那么一开头呢 应该先用一段话来介绍 展示的主题 包括基本结构 在展示完你的研究之后 要准备好回答三种类型的提问 第一方面就是关于论文 这个时候 你就要能够说明 你的论文是如何的与众不同 在你的研究领域 产生了神马影响 另外呢 面试官有可能会给你出一道难题 挑战一下你的理论或者是观点 如果你觉得自己答不上来 那就可以重新的组织一下语言 比如说 如果被问到 为什么没有在研究中 包含这些内容呢 你就可以说 我也有考虑过 但是你的发现 让你关注了另外一个 更加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 你刚刚介绍过的那个 你还有可能被问到 短期或者是长期的出版计划 可能是你提过的 打算写的一本书 或者是你接下来 五年内的研究计划 其实呢 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喜欢 或者是适合做学术 想如商业或者是工业 更对你的胃口呢 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 如何成功的跨界 在非学术界找到工作 如果你的学术经历和成果 不够吸引眼球的话 那就得知道 怎么把自己的技能 转换一下 让他们更适合传统的就业市场 举个例子来说 政治学的学位可能不这么吸引人 但是呢 公司可能想找一些会调查 或者是文笔好的人 而这些技能 其实你都有 要想把学校的经历和商业联系起来 可以看看下面这三大技能 首先就是技巧类 包括定性定量数据分析 或者是公开演讲能力 然后呢 就是知识类 包括你的各种专长 比如说 如果你的专业是日本后现代的性别问题 那你就可以说 你对日本的语言和文化非常的了解 如果你申请的是一家相对比较新的公司 那么性别问题 通常是人力资源战略的一部分 那写上这条 你可就更有优势了 第三呢 就是成就类 包括你的各种成就 从组织会议到写书 或者是管理实验室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你的技能并不仅仅局限于读博期间获得的 你有可能在读博之前就有过很多的经历 好好地回想一下 你之前做过的工作实习 或者是志愿者活动 有可能就可以给你的技能加分了 那么最后 你要知道自己的动力在哪 还有 它会怎么样引导你追求想要的事业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那就想想 什么会让你生气 因为呢 愤怒可以是强大的动力 比如说 你对什么不爽 或者是想要改变什么呢 这俗话说得好 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 而是你认识谁 如果你想跳到学术圈子以外 那么关系可就更重要了 如果你想踏入商界 没有关系怎么能行呢 你不仅能够从认识的人那儿 获得生活上的帮助 说不定他们还能够帮你找到好的工作呢 其实有不少人是从学术界转到别的行业的 所以特别能够明白你的感受 所以也就很愿意提供帮助 给你一个有用的电子邮箱 网页链接 或者是一个想法 那么怎么才能够扩展你的人脉资源网呢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参加社交聚会 所以你可一定要记得更新你的社交网络资料了 另外还可以开发一下新的技能来增加你的就业机会 那么从哪开始呢 当志愿者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你可能觉得哎呀 没有报酬嘛 我也不太想做 但是你要知道 想要获得宝贵的经验 有时候你就得免费工作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无薪实习 这些经历在简历中通常会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 同时你还可以参加培训 如果你想提高某项技能 那就在当地的商会里留意一下你感兴趣的讲习班 还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在象牙塔之外 你有可能会遇到两种偏见 要学会如何的应对他们 首先老板可能会对你有刻板的印象 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或者是数学家的话 他们就可能觉得你不合群 那么你就可以突出一下你的集体研究和合作项目 来减少他们这方面的担心 另外呢 老板可能会担心你平时用惯了专业术语 一般人跟你没法交流 因此在求职心理啊 你就不要用太华丽的辞早了 如果能够考虑到上面这些原则的话 相信大家从学术界过渡到其他行业的过程中 也会很顺利的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学术就业市场的竞争是有多激烈了吧 为了成功找到工作 你得做好充分的准备 申请资料要准备充分 面试的时候还要表现出色 如果你决定不再做学术 其他行业还有很多工作在等着你 不过必须要学会把学术能力应用到实际的行业 这些说的呢都是毕业以后的事了 但是其实上学的时候的选择对后来的路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选导师啊 那么导师该怎么选呢 其实平衡是关键 如果你不确定一个导师好不好 那你就问问你自己 这个导师是不是太善良了 如果是的话 他可能就不会给你提出坦诚而又有用的意见 另外呢 如果导师过于消极 那就会让你失去动力 所以说啊 找到一个既不盲目乐观 又不无故悲观的导师 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你的未来很可能就靠这个决定了 好了 今天这本教授来了 就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希望大家能用文凭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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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